王妃、纳英是圈中出了名的麻将爱好者 早期张国荣在接受采访时 就透露 王妃很爱打麻将 不过却是她的手下败将 后来 王妃、刘嘉玲、纳英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常常抱团打麻将 此前一个慈善晚宴上 纳英就以16万的天价拍下了一副麻将 实在是太奢侈 近日 著名歌手杭天奇在一档节目中 就爆料了与纳英、王妃的趣事 杭天奇说 王妃的排技很好 她甚至爆料 此前王妃预产期前两天 还在约她打麻将 不过杭天奇拒绝了 说 万一你生在我家了可不好 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 天后的麻将影视有多大了 而当年李亚鹏能够抓住王妃 据说也是在牌桌上认识 当时有传闻 为了赢得王妃的芳心 李亚鹏故意放炮给王妃胡牌 而王妃也觉得李亚鹏很大方 于是两人便开始试着交往 不过等女儿出生后 有消息称 王妃为了树立榜样 就很少打麻将了 最近有消息又传出 王妃为了和谢霆锋的母亲拉姑 拉近关系 也组团打麻将 看来天后的这种排气 为他拉拢了不少人